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魏雄大和尚要不要支持啊 我在等你 你在等我啊 好 那么我们再一次啊 请和长 南无本师释迦摩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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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放长 有生命的地方一定有死亡 佛陀的正法 教我们勇敢地面对死亡 也教导我们如何摆脱残酷的现实生存问题 简单讲佛法就是解决生死的大问题 学生之道义 学生之道义 学死之道难 也就是学习如何生存 这是很容易的 但是学习如何面对死亡 这就是一门大学问 尊敬的 尊敬的慧雄大和尚 尊敬的 传语大法师 各位尊敬来自各地的珠山长老 各位比丘比丘女 以及所有的 包括新加坡 包括海内外 今天齐之一堂的义工 或者是 局势 大家阿弥陀佛 我们今天呢 很荣幸啊 又来新加坡见面了 那来新加坡 这算是第四次的大型演讲 这慧雄法师大慈大悲 为了整个新加坡的佛教 以及世界的和平 办的祈福弘法的大法会 也碰到了天竺山 譬如是八十周年的庆典 特别邀请我来跟大家接一个法言 我以最谦卑的心 最谨慎的态度 接下了这个生责重任 说一句 天卑的话 是来向新加坡的珠山长老 慧雄大和尚多多学习 也感谢慧雄大和尚的认同 跟推崇 便宜给我这个机会 来跟新加坡的深属恶重 以及海内外的深属恶重 接一个法言 在此无比的感恩 接下这份荣幸的责任 新加坡 在李光耀总理带领之下 有今日的繁荣 新加坡 新加坡的人手法干净 种族互相的包容 在这个世界舞台上 占有一须之地 全世界都知道 新加坡国土虽小 但是的武藏俱全呢 就像钻石一样的宝贵 新加坡官方语言 都是英文 公文来往也是英文 华人占百分之六十到七十 那么这个演讲 我要很冷静地 在一个以英文为国家的语言 要很冷静地怎么来说法 因为佛法太深了 太难了 超越一切语言文字 表象没有任何的观念概念 观念概念都是生命意识心 这个就很麻烦 不好讲 那么受惠修法师 再一次的邀请 已经从2005到今天2015 整整十年 这十年时空转移啊 变化莫测 我们现在都是网络的世界 家庭啊 打开网络就是到场 所以举办这个大型弘法 特别的不容易 特别的辛苦 我们跟慧雄大和尚 多多的鼓励一下 感谢你老人家慈悲 今天来新加坡 我们说我们要赞参佛 要赞参法 也要赞参神 同时以此 随喜功德赞叹之心 也赞叹 新加坡 新加坡的护法基石大者 以及所有的义工 你们辛苦了 佛教是整体性的 没有个人主义 也没有英雄主义 不是谁行 谁不行 是整个佛教 传承的佛陀 这一盏明灯 能不能传下去 这个是重点 所以所有的佛弟子 身属二重 你所说的每一句话 你所做的每一种行为 会不会伤害到佛教 如果会 打死不能说 打死不能去做 这是作为佛弟子的基本盘 三天的时间呢 很短 太短了 卫行法师也跟我讲 本来是要讲到九点半 九点半 那么九点半 现在已经七点五十 再赚两圈我就下台了 机票很贵的 机票很贵的 那么因为佛法很深 很难 超越一切语言文字概念 没有任何一种东西 能描述大物 见性佛的境界 所以在这三天里面 我们也只能说 蜻蜓蜓点水 重点式的提醒 你想想看啊 我到中原大学 讲了十天啊 整天啊 十天啊 讲了为事简介啊 十天 才把为事学这一门学问啊 讲到一点点皮毛 十天啊 到师范大学去演讲 讲了一整学期 才把十四讲表 简单的提醒一下 何况我们来这儿 讲到九点半就是一个小时 再四十五分钟 是不是 所以我要恳起大和尚 再多给我十五分钟 九点四十五 讲完再下去跟你老人家磕头 谢谢你的厚爱 好 那么 这个佛法呀 无非呀 是开智慧 哎 熄灭啊 种种的痛苦 让你的心 得大自在 得大解脱 这是邪佛的目的 重点 要聚足摩合般若 那么这个聚足摩合般若 是见性后的一种妙用 尊如的本性 本不生 本来就不灭 啊 那么 在大布鲁经里面 所以一切诸佛 说一切诸佛 皆有二道 一 如是道 二 善巧方便道 如是 如是道 就是一切法皆空 如是见到生命的本质 神明的究竟处 一切法都不可得 空无自信 如是 究竟空 第一地 第一地大空 这是站在体上来讲 叫做如是 第一地大空 这个 是不生不灭的清净本心 第二个 叫做无量善巧方便道 无量善巧方便道 就是建立在因缘果赤地 赤地 所以在《人前经》里面讲 发一顿意见 也就是说 对一些出学佛法的人 用尽赤地的建立 出果 二果 三果 四果 实信 诸 行 像 地 等节 妙节 建立赤地 佛陀的弟子说 世尊为什么要建立赤地 世尊说 而 为令出学佛法的人 不至于走错路 跟着如来的脚步 一步一脚印 事故建立赤地 那么说 说佛陀 那何以能切经到最后 又破除一切赤地呢 因为十方三四一切佛 只有顿悟佛 没有见悟佛 顿悟就是绝对等如虚空 法无来去 生灭真减 当下即逝 那么这个要大根气的人 所以 真正的佛法 无所谓的正直 虚意来到 汉传 东土 中国 一个是中观 一个是为士 为士讲有 中观讲空 空就是有 有 就是空 这是不二的道理 当下不二 要去的不二法门 又很难 又很难 所以在这个新加坡的说法呀 要冷静 上根气的人 想听深的 你讲太浅的 听到一半 没有法位 认为这个惠立法师 的这个class程度 也不过如此 讲的太浅了 这讲的 太深了 第一次跨进这个export 完全听不懂 那 那个中间 又很难拿捏 那什么叫中呢 那这个就是 上中下的根气 通通有 欸 有的是突然想到 想到说 这个惠立法师啊 亲说长得很可爱 想来看看 欸 他也 不是怎么懂佛法 好 进来了 那你看这个 这么上万人的大型弘法 他就是非常困难 就困难在这个地方 所以我期盼 老餐 中等根气的 或者是初学方法的 这三天呢 给我一个面子 不要走 好 那么 我在台湾啊 一直思维这一次的弘法 要怎么样 让众生解脱 要怎么样 能够在法上有所受益 那么我认为 应该从故事开始 我们这次的题目 叫做法语缤纷 片片解脱 如来的正法 如落下来的雨 甘露法语 缤纷呢 五彩缤纷 适合八万 四千种根气 有八万 四千种法门 那 无量的善巧方便 都会归到如实不二之道 所以 叫做法语缤纷 片片解脱 就是因为三天的时间很短 只能讲重点 如果这三天当中 你听到一个故事 一个典故 一记名言 觉得很受用 很受用 那么三天就只回票价 何况啊 还是free free 免费的 免费的 有一个人啊 事业失败很严重 来到文士讲堂 快活不下去了 这个男中啊 还有点善根 碰到逆经会找法师 一般啊 很多经不起逆境的人 就去 自杀了 残酷的现实智慧 有时候几块钱就会逼死人 然后这个大吉士来到大殿 男中啊 要看那个男中啊 红了眼眶啊 不容易 看到师父 非常的激动 我看他红了眼眶 他经过一番的描述 事业怎么了 老婆也跑啦 老婆也跑啦 现在当哪一个啦 又养了两个孩子啦 快活不下去了 我跟他讲两句话 我跟他讲 一 挫折 就是再给自己一次机会 挫折是伟人的心脏 伟大人的心脏 就是挫折 一个伟大的人 没有经过 重大的挫折 还能当伟人吗 所以挫折是伟人的心脏 没有痛苦的人生 是不值得活下来的 这个心 这个心看你怎么运用 他说 我快活不下去了 我说 你为什么不转换一个念头 人生因为有挫折 而有更丰富的经验 虽然你现在很痛苦 但是你要挺住 你还有两个孩子要养 诶 我跟他简单讲几句话 找到了生命的依归 后来经过了三年 事业大有成就 回来我说讲他啊 感念上人 一以惊醒梦中人 他找到了生命的依归 不知道佛法这么了不起 几句话就把我连根八七 想要自杀的念头 消灭掉 感谢上人救了我 救了我两个孩子 两三句话就可以救一个家庭啊 所以 主师说呀 如来的正法 是人生宇宙当中唯一的真实啊 只能救无量无边的众生 这是问题 现在的生活 知性实在爆炸 你要叫他跟他讲 一切有为法 如梦换炮盈 如入依如电 应作如是观 你一切像机密诸佛 凡所有像皆是虚妄 这是打死不相信啊 眼睛看的就真的啊 耳朵听的就有声音啊 桌子就是硬邦邦的 这怎么会是如梦幻泡影呢 这里面就有深沉的毅力了 所以我说佛法不简单啊 他超越一切明像 预言文字 啊 那么 我们今天呢 题目是法语缤纷片片解脱 那是我们今天真正的题目 叫做从精彩的故事开始 精彩的故事开始 那师父你为什么要从精彩的故事开始啊 因为啊精彩的故事啊 大家都喜欢 大家都喜欢 上根器的人喜欢听故事 中根器的人喜欢听故事 啊 下根器的人喜欢听故事 所以我觉得 从精彩的故事开始 来点燃我们这一次的弘法大会 哎 哎 所以 你要心里啊 难见 这里每一个公案 你听啊 就能解脱 就能解脱 are you ready 好 第一个 叫做量宽禅师 啊 啊 量 善良的量 善良的量 宽 宽 宽束的宽 这个禅师 大彻大悟 她 她 她住在 山脚下 一辈子 过的日子 平淡 平时 平反 清淡的不得了 心 完全 完全 无所住 人家信徒供养她的钱 左手收到钱 右手就不识出去 去救度可怜的人 去印经典 做一点三宝事 右手接到供养 左手又不识出去 一辈子没做过什么好妙 哎 但是啊 在这附带说明一下哦 我们 法师慈悲 见了无比庄严的道场 绝对不是为个人 绝对是为了 让众生有个庄严修行的地方 所以 各个 角度 都是佛法 这个良宽禅师啊 很了不起 很了不起 他全都不识光了 那有一次啊 人家不太相信 说呀 这法师啊 喜欢做表面的 哎 再伟大的圣人啊 还是有人批评 毁谤 他说我不相信 我去试试看 看他是真的开悟 不开悟 是真的圣人 是凡夫 他说你怎么试啊 他说你看我的 有一天啊 这良宽禅师啊 哎 从远处啊 从远处啊 要回到这个 毛棚 这是一个小禅堂 毛棚 这半路啊 就拦截下来 说禅师禅师 禅师 如何修行 他说 深静 愚静 意静 舍静 他说 禅师 那什么叫做舍静呢 就是身口意 绝对清静 就像佛陀 然后 所有的 身心全部舍 他说 你真的做得到 禅师说 哦 我们互相勉励吧 迁徙是智慧的开始吧 他说好 我现在啊 我家经济也不好 你那么有大的布施心 好 那么你现在 把你身上的 衣服跟裤子 脱下来 布施给我 这个 是故意的 这禅师 好 你用到 全部给你 他就 全部脱下来 就供养给你吧 你说你需要吗 结果就光光的了 后来他就在旁边啊 对不对 摘了树叶 大片的树叶 就中央挡布了 中央挡布就是我们去泡温前啊 中央都会挡一块布的 就是中央挡布了 就挡了一块 树叶的片 比较大 类似荷花挡着 因为要回城 要回城 碰到有人走过来 他就跳进水池 碰到有人走过来 跳进水池 我讲这个故事是百年前的 可以的 乡下呀 今天 你要来向我 化炎 回礼法师 听说 你怎么怎么有一点功夫 我怎么样怎么样子 大侧大物怎么样 那我现在给你化炎 这个衣服跟裤子 你现在脱下来 那就完了 今天啊 是二十一世纪啊 是不是 就是 如果这样做的话 回不了台湾呢 到还没到机场就被拦截了 送到新加坡的精神病院呢 这不是开玩笑的 这个行不得的 讲不通的 是不是 如果你要 等我回台湾 打包寄给你 这个行得通啊 哎 行得通啊 这两宽禅师啊 哎 后来啊 就回到自己的 毛棚 这毛棚啊 有一天呢 因为啊 坐着 没什么衣服 好衣服 就 穿了一些百纳衣 破破烂烂的 这个信徒师 再是不舍 这么让人尊敬的大和尚 大禅师 竟然穿这个百纳衣 哎 哎 禅师常常讲说 哎 我心清凉啊 哎 无所谓啊 反正所有相皆是虚妄啊 哎 不思好啊 不思知主 不思快乐 看到众生解脱 需要 就表示我很富有啊 众生相有化言 就表示我比他更富有 他比我更需要啊 不思是快乐的事情啊 啊 后来就做了一套新的 那这个大禅师想说 哎 这个信徒那么有信心啊 做了一套新的 那我今天把他穿起来 哎 衣服啊 裤子穿了一套新的 就在禅堂里面打坐 很不幸 那天碰到一个小偷 这个小偷啊 翻箱倒柜 找不到 值钱的东西 值钱的东西 那禅师啊 在禅堂打坐啊 还有一点神通啊 哎 听到 这个有点距离 可是听到声音 哎 后来 就跟他讲说 梁上君子 你不远千里而来 挺辛苦的 啊 新加坡啊 稍微解释一下 梁上君子就是小偷 小偷就是梁上君子 啊 梁上君子很好听啊 哎 说人者人者 仁慈的人啊 说人者人者 你不远千里而来 一定很辛苦的啊 来 那么远来总要拿一点东西 回去呗 刚好今天这件衣服是新的 他就 脱起来 来 给你 啊 这小偷突然碰到这个 怎么会用主动给我这个东西啊 哎 大禅师啊 大悟见性 一切皆设 他说拿去 不用犹豫啊 这个小偷 嗯 碰到这个 还真难得 就拿走了 禅师就说呀 啊 因为他刚好 观这个月亮 啊 我们密中有月轮观 净土中也有 观这个月亮 十六观经 也有观这个琉璃地 玄谷夜 就观了 哎呀这个月亮 这个禅师 小偷走了以后 这个禅师啊 观这个 月亮 小白的月亮 一轮圆夜 高挂天空 他说哎呀 这个小偷啊 很可怜 干这种行业啊 哎 今天的月亮 特别的美 可是我拿不下来 要是 要是这个月亮 能够摘下来 我 立刻就送给你 可惜啊 哎可惜 好 这个故事啊 就开始 来讲 凡夫跟圣人 是 同样活在这个世间 心 完全不一样 凡夫 是用的是妄心 执着的心 分泌的心 强烈 攻击的 占有的心 所以 会惹上杀身之祸 圣人不一样 圣人 圣人 圣境 语境 意境 舍境 一切皆境 犹如 犹如 满夜 犹如太阳 如日中天 圣人的心 八个字 大慈 大悲 大喜 大舍 一切 无所住 无所求 也无所拒 凡夫 凡夫 不一样 凡夫 才 色 明 识 睡 所有的男人 所有的女人 很少能够突破这五关的 但是修行 就能见次第的慢慢的脱离 所以知学家说 千万不要把你的财产藏在地球上 小偷一定有你的办法 偷的 拐的 炸的 骗的 一定会把你 诈骗 骗走 现在的诈骗集团 很风险啊 很猖狂啊 猖獗啊 如果拐的 炸的 骗的没办法 水灾 台湾有水灾啊 菲律宾啊 一些 亚洲地区 热带 亚热带地区 都有大水灾 水灾没办法 火灾 火灾没办法 土石流 土石流没办法 大地震 嗯 很好 我们新加坡 都没有这些灾难 行 最后一个 你绝对逃不掉 叫做 无常一道 你一样双手 空空地离开这个世界 抱着遗憾 一念贪婪之心 遗恨之心 因为责任还没完成 对不对 凡夫众生就是这样子 做卷赐福 重复的 一直过这种 无法解脱的日子 无法解脱 再讲一遍 这些家说 千万不要把你的财产 藏在地球上 小偷一定有你的办法 无论拐的炸的 骗的 一定会把你骗倒 如果这些没办法 水灾火灾大地震土石流 一来没了 如果这些没办法 无常一道 你什么都带不走 所以现在这个问题就来了 什么是佛法 就是早日看透 因缘所生的 是生生灭灭 只是因缘生的假象 忽起忽灭 没有永恒的存在 只有我们清净自性 是真实的东西 在这之后呀 天是棺材盖 地是棺材底 无论闯哪里 总在棺材里 这个世间 这个世间 看透了 就是佛法 所以佛法很伟大的 既现实又超越 既超越又现实的 第一个故事 就是凡夫 跟圣人 同样活在这个地球上 就是两种完全不一样的情境 心境 一个是用真心就是佛的心 一个是用妄心 什么都执着 什么都占有 所以有的人 你看 两句话 就砍人 年轻人二十几岁 三十几岁就被砍死了 就是那只嘴巴 不懂得收敛 真英雄啊 真英雄 第二个故事 叫做 叫做墨仙禅师 沉墨的墨 仙能长的仙啊 仙 人墨 在一个山 山上的山 墨仙禅师 很了不起 但是 讲到这个故事啊 先讲他的在家秃地啊 他一个男众秃地啊 日子过得不好 是为什么呢 出了一个 恶老婆 邪恶的恶 不是一二三四的恶 邪恶的恶 这个老婆呀 非常糟糕 领射 铁公鸡 一毛不拔 他的老公 的爸爸 的妈妈 就是公公婆婆了 来到家 也不招呼 怕花钱 他的亲朋好友 来啦 很冷漠 非常冷漠 怕花钱 一盘水果 都没有 一杯开水 也没有 他老公啊 生气了 说老婆呀 你想想看 爸爸妈妈生我 今天你才有这样一个老公 对不对 你怎么可以对爸爸妈妈这样子 对 你自己的公公婆婆这样子 对我这些 亲戚朋友这么吝啬 如此的不厚道 那个讲起来 又吵架 他跟老公讲 我是一个好老婆啊 你想想看啊 这个来啊 亲戚朋友来 对我们家庭 对我们家庭没什么贡献 还花了大把大把的钱 为什么要这样招呼啊 老公跟他讲 我呀 收入也不薄 日子也过得去 我们算是中上的家庭 你就行行好嘛 他跟老公讲 老公啊 我们还有三个孩子啊 对不对 不为自己想 也为这三个孩子想啊 我替你省钱 你反而来责备我 然后就躲到墙角下 觉得自己非常的委屈啊 难能 生气就大声 你能生气 就掉眼泪 这是一种强大的武器哦 哭了 这老公啊 跟老婆每天吵架 这个老公啊 就是说 我们夫妻 搞到快离婚 拜托你 对我家人好一点 搞到后来 重判清理 公公也不来 婆婆也不来 亲戚朋友通通不来 因为他是极端的吝啬 吝啬到不像话 所有的亲戚朋友 都怨怨 连他自己 妈妈 老婆的妈妈来啊 反而这个女婿 对他妈妈好 这个女儿啊 怕花钱 也叫他妈妈 赶快回去 这里没有你的房间 这老公跟他讲 这是你妈呀 没办法了 没办法沟通 又吵架 在极端的困扰之下 那我去问师父好了 那就 带着一份痛苦啊 失忆啊 去坐在禅堂 那师父大车大悟啊 那师父就问他 你坐在这里干什么 你满脑筋都是放响啊 他说师父你怎么知道 你那个眼睛 眼睛虽然闭起来 你那个眼珠一直在动啊 你心神不定啊 愤怒不移啊 是什么事啊 这个老公啊 很痛苦的 谁都不想把这个底牌掀给人家听啊 就说 师父 师父 上人来 你救救我啊 他说你很健康啊 不不 救救我老婆 他的老公就把这个老婆啊 发生的事情描述一遍 描述一遍 描述一遍 这个禅师就说 行 行就走呗 带我去你家 就带这个禅师到他家了 禅师啊 到他家 进去 那个老婆 真的是一份尖酸刻薄像 哎 然后这禅师啊 用一个很温和的 很慈悲的 心 然后用最和蔼可亲的态度 说太太 我能请教你几个问题吗 他说行啊 怎么不可以请教 他说如果有一个人的手啊 这样伸出去 说不回来 一辈子 一辈子 手都这样子摆 说不回来 太太 这只手 叫做什么呀 他说 那就是畸形啊 鸡就是左边一个田 右边一个奇怪的棋 他说 这是畸形的手 哪有人手摆不回来的 哎 好 这是畸形的手 好 他说太太 我再请示你第二个手